美国副总统拜登从17号到22号在中国大陆进行正式访问 在此之前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五年的缓刑期已满 但至今他已经被失踪了一年多 没有任何的音讯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希望拜登能够把高智晟的问题带到中国 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高智晟 他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高智晟的安危 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基督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 呼吁拜登访华期间把敦促释放高智晟作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 15号 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发表书面声明表示 中共对待高智晟的做法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我们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 布泽克呼吁中共当局遵守人权和最基本的国际法 尽快释放高智晟 高智晟律师曾代表法轮功学员 家庭教会 拆迁户等敏感维权案件 2005年前后 高智晟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 揭露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 要求立即停止这种灭绝人性的迫害 2006年8月15号 高智晟被当局秘密拘捕 同年12月 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他判刑三年 缓刑五年 他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处于遭国保绑架失踪的状态 2009年 高智晟一篇题为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的文章在网上曝光 披露了他在2007年被监禁期间 遭受警方残酷殴打 垫击生殖器和嘴 香烟虚眼睛 生殖器被插牙签等酷刑 震惊国际社会 高智晟是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是一个真正的坚持法律正义的律师 是一个为了真理而勇于现身的人 他完全清楚 他为法轮功精神修炼者成长正义 在共产党的这个集权专制统治之下 他可能遇到什么后果 他完全清楚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 高智晟曾是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 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表示 过去两年已有来自185个国家的 15万多人签名释放高智晟请愿行动 以高智晟的律师为代表的 这个所有的维权律师是 是中国的脊梁 是中国的这个良心 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 得到法律的保障 他们的人权是不容践踏的 这个也是全中国人民 全社会全世界的期待 也是一个关注 政府应该到了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如果现在还不做出抉择 对于历史是没有办法交代的 我联合国人权组织 8月15号发表声明指出 中共政府对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拘禁 是违反国际法的 声明呼吁立即释放高智晟 新唐人记者唐青梅 李袁翰 王明宇采访报道 社会人访问 新唐人代表声明指出 Halo 谢谢大家